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好 你好 米莉 很荣幸来到这里 那我下面来简单介绍一下我们律所 我是这个罗瑞移民律师事务所的法律顾问 那我们律所呢是2015年成立的 我们的主营范围是加拿大移民法 移民法范围内的所有业务我们都是代理的 那比如说从签证类 简单的签证类申请 比如说签证啊 申请类啊 比如说签证呀 比如说家庭团聚呀 比如说这个投资移民啊 这些都是申请类的 那么还有诉讼类啊 诉讼类比如说 移民法庭的上诉呀 联邦法院的司法复合呀 只要是这个移民法范围内所有业务 我们都是代理的 那我的合伙人这个律所的创建人 罗瑞先生呢 罗瑞律师 他是加拿大的这个安大律省的直牌律师 那么在成为律师之前呢 他是在加拿大边境局做这个移民官和听证官的 所以他有非常丰富的移民法的这个职业经验 那如果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呢 很欢迎他们来我们律所咨询 这样子 好的 谢谢南起 不谢不谢 那问我我们今天呢 主要是聊一下这个2019年新的一些移民的改变 那首先呢 能不能跟我们谈一下 对于加拿大这个2019年项目的一个展望和预期呢 可以 没有问题 我非常荣幸 对 好 那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呢 加拿大这几年啊 首先他目标啊 目标接纳新移民的目标数啊 那么2018年可以看到是31万 大约19年是33万 2020年是34万 那么总体来说呢 这个加拿大对于新移民敞开的大门的这个数量 是越来越多的 所以这个对于想申请加拿大移民的申请人来说 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图啊 图2 那么在图2中呢 我简单地列了一下 在这个总数的范围下面啊 那么几大类它有所调整的这个名额 第一类是这个P&P类啊 那么P&P可以看到数额是增加了6万到7万 Family就是家庭团聚类啊 这个配偶 父母 祖父母加上孩子 这个数额也增加了6万8到7万啊 那么H&C是人道申请 人道申请是从4200增加到了5000 那么还有一类是这个联邦的这个技术移民类 那么它是从8万1到8万8 所以这个是很利好的消息 就是说我们在整体整体数量上面 都都有增减各个项目啊 那么这个图是不包括魁北克的 那我们下面来看一下图3 图3是2019年魁北克省 它刚刚刚释放出来的这个移民 它的移民计划啊 那么你可以看到我我我给了两个数据 一个是2019年的数据 一个是2018年的数据 那么对于魁北克省移民计划来说呢 就是有喜悠参半了啊 那么我们看一下第一类是经济类移民 经济类包括这个技术类移民 它是从24000到26000的这么一个名额 降到了23450 那么第二类是商业类移民 商业类移民包括投资移民 这个企业家移民和自雇移民啊 那么这个数额减少了20% 你可以看到2018年 它的目标是4000到4300 那么2019年 它只给了了3200 那么其他两类呢 是增加的啊 其他两类一类是这个住家保姆类 一类是家庭 家庭和这个难民 还有其他类 这两个数量是增加的 所以对于魁北克省移民来说呢 对于我们中国想做这个魁头移民的申请人 或者是企业家移民申请人 这是一个不太好的消息啊 因为数量减少了 名额减少了20% 那么我们看过以上的大数据之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律所总结的未来啊 加拿大未来移民趋势的关键词啊 那么第一点我说的是这个语言啊 那么为什么说语言呢 是因为加拿大近十年来的这个移民趋势呢 从很多项目没有语言要求到现在存在这个语言要求 那么语言要求不单单包括这个快速通道类 也包括很多的这个投资移民类 现在也都开始有语言要求了啊 那么第二类是收入来源 那么我们可以预测的是在未来加拿大移民项目当中 加拿大移民局对于申请者收入来源的审核会更加的严苛啊 也就意味着你要有非常良好的这个纳税纳税记录和很好的这个材料来支持这个你的收入收入财富积累过程 那么第三点是加拿大的学习或者工作经验 那么近几年的这个移民趋势呢 可以看出加拿大移民局或者加拿大政府 它是非常看重这个加拿大本地的学习或者工作经验的 因为在这个快速通道类 只要你有加拿大本地的学习或者工作经验 你就是有加分 那么对于海外申请者来说呢 这是一个比较困难的一个消息 比较不利的消息 因为你是没有这方面的加分的 那么第四类是资产总额 那么不管是任何类别的这个投资移民或者企业家移民 未来的趋势都是对于申请者的这个净资产总额的要求一定是一个上升的趋势 那么最后一个趋势叫打分制 那么不管是这个技术移民类还是投资移民类 现在加拿大这个趋势都是一个打分制 也就是说不是像以前的先到先得 说我先申请了我就能拿到这个名额 那么现在不管是这个技术类还是大部分的投资类移民 你都需要进到这个申请者的这个申请人的池子里面 去根据你的教育背景呀 你的管理经验呀 你的资产总额呀 你的语言成绩呀 来打分 所以这个也是未来的一个移民趋势的一个这个打分制 好的 谢谢Nancy 那我们刚刚看完了一个总体的移民趋势呢 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有哪些项目是有变化的 可以 没有问题 我们下面可以看一看就是单个的这些项目有什么变化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下面这个图 是这个魁北克投资移民的变化 我们做了一个简单的总结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给出了数据是2017年18年和19年的 那么净资产从17年到18年从160万提到了200万 那么投资额呢从80万提到了120万 那么基金公司的这个款项呢从25万提到了35万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数据的增长是相当大额的一个幅度 那么魁北克投资移民呢目前为止还是没有语言要求的 另外呢这个名额我们可以看到2018年的名额 给咱们华人的名额大概是1350个 那么到2019年呢名额就现在缩小到大约700个啊 所以可想而知2019年的这个名额竞争是肯定是相当激烈的 那因为魁北克省这个执政党的变化 所以在2019年或者是之后的几年 这个政策这个项目还能不能开放 还有这个项目它的这个净资产投资额会不会继续提高 甚至他们会不会加上这个法语要求 加上这个居住限制都是一个未知数啊 但是我们希望它还是相对来说像现在这样宽松的 但是很难很难去预测啊 如果说他们加了语言要求和居住限制 那么这个项目就变得变得更加的严格和苛刻了啊 好的 谢谢Nancy 那Nancy在你作为一个专业人士的角度来看 你觉得什么样的人是适合申请这个项目的呢 OK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 那么魁北克投资这个项目呢 对于很多申请者它是有非常大的吸引力啊 为什么因为首先它是被动投资 你不需要去投资这个实业啊 其次呢它是一步到位拿枫叶卡的 你在做申请的时候 你申请的就是加拿大的永久居民的申请 你不是去先拿工签 然后审理合格之后 你再去申请加拿大的永居啊 永久居民这样子 那除此之外还有什么类型的项目是有变化的呢 嗯 除此之外就是说 我们刚才 sorry Millie 我先拉回你一下 就是说魁北克申请人 它有什么申请人比较适合这个项目啊 它适合的比如说是企业的高管啊 那上市公司 外资企业 国企啊 然后你的这个纳税记录良好 并且你有两年的 五年之内你有两年的管理经验 然后你还能证明 至少你有两百万的这个净资产啊 那么不适合就是说 比如说你纳税记录不太好 这样子的人 你你或者你在亏损之外 有房产有企业都是 不太适合做这个项目的 好的 谢谢南极呢 你觉得还有什么项目是有变化的 其他的就是我今天带来了一个 就是大家在华人 在我们华人这个社区 不太不太知道的一个叫移民项目 叫做联邦自雇类啊 那么这个联邦自雇类的要求 我们在大屏幕上可以看得到啊 首先呢你是属于你是自雇的 首先你是要在文化艺术和体育类领域啊 做从事这个行业的 那这个这个项目好 是它没有具体的语言要求 那么你申请的时候 也是一步到位的枫叶卡 那么以下我列出了一些啊 可以申请的工种 可以申请的工种一共有33个 如果有感兴趣的 你可以去网上查 那么比如说有策展人呀 翻译呀 作家呀 记者呀 编辑呀 各类设计师 播音员 各类教练 各类这个艺术类的协调人员 都可以做这个申请 并且这个审理时间也是可以 非常可以接受的 大概两年啊 所以这个项目可以绕过语言要求 可以绕过资产要求 所以是一个我们比较 现在推荐的项目 对 好的 谢谢Nancy 那如果你的这个职业 正好符合这个联邦自顾类的话呢 可以找Nancy进行这个咨询 如果你有其他方面的问题呢 也可以找这个罗瑞移民事务所 进行这个移民方面的咨询 谢谢Nancy 谢谢观众朋友们 收看我们本期节目 大家下期节目再见 大家拜拜 拜拜 好 谢谢 谢谢 谢谢